嗨,欢迎回来,我是优妈妈妈 管理一个家真的很辛苦 家务简单点说不过是洗衣做饭 但是细想,大大小小的家务 早上起床拉开每个房间的窗帘 更换毛巾,更换厕纸 擦干洗手池边上的水渍 真的都很费精力 今天又为大家带来给家务做减法 一起来看看我又省掉了哪些家务吧 一,不每天擦灶台 吃完晚饭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又担心瓦斯炉附近的油污不及时清理 会变得更不容易擦掉 给瓦斯炉铺上保护纸 就不怕顽固的油污粘在瓦斯炉上擦不掉了 这个保护纸很耐用 一年换一到两次 后面的换气扇也当好 就不用担心油溅到上面 排油烟机也沾上过滤网 可以大大降低清扫难度 食用油的瓶子很容易变得油细细 下面垫上一张厨房纸巾 更容易保持台面干净 尽量做健康的少油烟料理 勤盖锅盖 煎鸡蛋煎肉的时候 盖上锅盖一样可以煎的很香 每周末花十分钟 用电解水和纸巾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二不打扫地板 扫地机器人越来越普及 亚马逊两万日元入手的扫地机器人 已经勤勤恳恳为这个家付出了三个年头 优点是扫地干净 维护简单 缺点是扫地的时候有噪音 耗时长 我通常是出门前打开 晚上回来 地板就变得一尘不染了 只需要把垃圾盒收拾一下 为我省下了很多做家务的时间 三不每天刷厕所 使用免刷的厕所洗洁剂 日本很流行这种免刷的厕所洗洁剂 液体粘稠 可以吸附污渍 每天早上起床后 沿着厕所的边上倒洗劫剂 过两分钟冲一下水 厕所就干净了 再利用这两分钟 简单擦一下洗手间的地面和台面 铅树드链转 收纳时不把垃圾敷与 把东西分太细 常用的东西直接放到一个盒子里 省去收纳的麻烦 也降低了收纳的难度 这样家人 尤其是小孩子 也更容易做到物归原味 比如桌子上这个大创的盒子 透明的一次性杯子里 放常用的体温计 挖耳勺 剪刀 笔 药膏 镊子 这里还有护手霜 蜂蜜 湿纸巾 可以根据家里的需要 把每天用的东西收纳到一起 放在表面 选个漂亮的收纳盒装进去 不归类玩具 只做大只收纳 小朋友经常会把各种玩具 放到一起玩 可以发挥想象力 玩出不同花样 我只做大致的分区 文具 玩具 头饰 橡皮泥母具 只留出最常玩的 其他的收起来 玩腻了再更换 两个月不见的旧玩具 也会让小朋友眼前一亮 省去了买新玩具的花销 六 不晾衣服 一次旅行的前就可以购入的烘干机 每天都为我省下十分钟 晾衣服和收衣服的时间 一年就是六十个小时 对我来说超级划算 只需要顺手把不能烘干的衣服亮一下 而且咱也不用看天行事 阴雨天照洗不露 出门前把衣服洗上 回家使衣服就直接烘干了 周末也不需要等着洗好衣服再出门 七 不收纳清扫用具 把清扫用具放在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 可以大大降低清扫难度 省去找清扫工具的时间 一抬眼就可以看到抹布 更容易养成随手拿来擦擦 顺便打扫的习惯 这样家里随时保持整洁 年末也不需要搞大扫除了 8.不保窗帘 早上的时间真的是一分钟都不想耽误 在大创发现了这个可以夹在窗框上的挂钩 正好可以用来拦住窗帘 上面有防滑垫 可以防止滑伤窗框 拉开窗帘 挂上 一气呵成 又省下了一件家务 9.不洗米 很推药 很推荐无洗米 就是不用洗 直接可以煮饭的大米 拿出电饭锅 一意不放米 转身接水 再转身开煮 做饭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煮米饭 这个动作顺畅的话 就会莫名的感觉做饭的难度变小了 10.不刷碗 家务里边最不喜欢的就是刷碗 结果一问 老公他居然家务里边最擅长刷碗 既然喜欢的话 我也不能夺人所爱啊 不管是家务还是育儿 都不能太大包大了 积极向周围借励 不光可以缓解自己的压力 还可以让伴侣有被需要的感觉 也可以让家庭更有凝聚力 用咨询的口吻向伴侣寻求帮助 可能会比抱怨发牢骚更有效 感谢你的陪伴与支持 我是优妈妈妈 下期想分享一下懒人衣橱的收纳技巧 让我们下期见